Hello 大家好,我是阿NiMa 我們又有新玩的 這次是玩什麼呢? 就是這個螢幕 一個大的電腦螢幕 開箱的環節其實就飛了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才原本打算拍開箱的 大家看一看 但是呢 影片沒了聲音 不要緊 開箱沒什麼好看 我們直接來講一下 這一件是什麼 原本在這裡的螢幕 就是這個Phillips BDM4065UC 在雙11的時候 我們就升級了它 變成這個4350UC 那4065UC和4350UC是什麼呢? 原本4065UC就是一個 40吋4K的電腦螢幕 沒錯,它是電腦螢幕 不是電視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 除了HDMI的進入之外 還有Display Pocket 它是沒有電視天線那些 它是一個純粹的螢幕 不是電視電視 那呢 因為4065UC 是我的其中一個Partner 借出來的 因為有些事 它就拿走了 那我們就順便 升級了它 變成4350UC 那說一下 4065UC 其實它原本有一個 Display Pocket Input 然後一個 Mini Display Pocket Input 然後兩個HDMI 1.4 和一個VGA的Input 而這個4350UC 就升級了 變成兩個大的Display Pocket 然後再加多兩個HDMI 2.0D的Input 那換言之呢 就是原本的螢幕 只可以兩個Display Pocket 做到4K 然後兩個是1080的HDMI 而這個新的螢幕 是可以四個Input 都做到4K 不過當然我們不會這樣用 那可能大家就這樣看都已經覺得 為什麼好像別人一個螢幕 就是電視一個畫面 但是我這裡 這個螢幕 是在做四個畫面 那沒錯 那就是大家常見的 這個叫電視的Picture in Picture PIP 是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用的 但是這個PBP Picture by Picture 就好用很多 OK 帶大家第一身看一下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4350UC 那就給大家看一看我們的 這個Menu的設定 那其實它就會有這個Picture in Picture 或者Picture by Picture的功能 Picture by Picture 有得選擇雙螢幕 三螢幕 或者四螢幕 然後再各自選擇它自己的Input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螢幕 當成4螢幕這樣用的 那對於一個要多工的用途 例如背圖 或者實況主來說 是非常之有用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要drag and drop一些視窗的話 例如這樣 它是可以四螢幕之間 無縫地拉過的 那當然現在這裡只有三螢幕 是因為我其中一個是用來 做了閉路電視的 OK 那就大概是這樣 讓我先排位 那對於實況時有什麼用呢 其實雙螢幕或者三螢幕 就是譬如我這裡開一個Rocket League的遊戲 那很多人直播的時候 都會想看自己直播出街的情況 例如這裡是看到 我先坐回正 就會有一個Webcam的位置 在這裡 那這個是可以OBS 可以project上去 一個實時出街的畫面 還有這個是純Gameplay的畫面 然後還可以開幾個OBS 然後可以看後台 那對於多工用台是非常之好的 那這個螢幕其實幾錢呢 在淘寶是賣三千多人民幣的 即是四千元左右 那當四個螢幕用 平均每個螢幕一千元 但是它也可以當一個大的 四十三吋的4K這樣用呢 其實是相當之性價比高 也都相當之不錯的 那它是四十三吋 4K啦 除了開四個 每個會是21.5吋的1080p 其實這個電腦螢幕的開箱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說的都說完了 例如它的SPEC 還有一件事還沒說 這個是IPS panel 而4350是IPS 而這個4065U4是MVA panel 那它們的優點缺點 要解釋是有點複雜的 那大家自己可以去找資料 或者如果你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相信大家都會選4350U4 因為它是可以做到四個 就是4K的input 那順便說一說 其實這個原本是一個雙十一的開箱 來的 但是呢 為什麼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十月二才會有 可以拍到這條開箱片呢 還有評測呢 那就是因為在雙十一的時候 我就買了不少的東西 那這個螢幕呢 是其中一個 一樣 那其實 一開始呢 它是沒有貨 然後買家說沒有貨 叫我退錢 然後過了兩三天 然後再在第二間店鋪再買過 那再買之後呢 過了幾天之後 它都還沒記出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大家知道現在淘寶呢 其實會有官方的轉運 或者叫雜運 那最官方認可的三斤 就有中通 四邦 還有這個順風 那相信大家聽得最多是順風 但是呢 我就強烈建議大家不要再用順風 因為它真的很垃圾 那在雙十一我買了很多的東西 就大部分 除了這個螢幕之外 全部都是用中通的 那它就跟沒有雙十一的時候一樣 發播速度一樣 是很快就會到達 但是呢 用順風買這個螢幕呢 為什麼我用順風呢 那就是因為那個賣家呢 他說試過給轉運公司去推檢 就是說它體積過大 就是剛剛也看到那條片 那個盒是非常大的 那就會被人推檢 就記不到 他說試過順風是OK 然後那個賣家說到 除了順風之外 其他的集運公司 是不肯記 那麼我被迫用順風 而用順風之後呢 它是在這個深圳的集運倉 卡了十天呢 它都是沒有回應我 就是沒有任何的進度 然後我每次找它的客服 它都說 由於雙十一貨量龐大 然後就敬請原諒 然後呢它就這樣卡了十天 但是其他的轉運公司 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順風 以它的知名度 但是它的工作效率 真的很低 而且是貴一些 那好吧 這次我們的影片 大概就來到這裡 那大家如果家裡也有位置 放到一個尺寸的螢幕 又想有多工的用途 想多螢幕這樣用的話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型號 菲利普的BDM4350UG 那在香港應該是要賣過萬 甚至是買不到的 但是淘寶就三千多人民幣 就已經有了 好啦 那大家喜歡就按個like 還想見到更多同的影片的like 就記得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